古日子是台湾重要的传统最近记忆 何美国室为了要让学生可以进行了解这个日子 爱心志工团队是来几位包装活动 带学生做回来提炎传统织绍 古日子是台湾传统三大做记忆 为了团神五日来织绍和文化 何美国室爱心志工团队 特别设计包装提炎活动 让学生可以进行了解传统最近文化 让孩子可以去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为什么端午节华龙粥然后要包粽子 那我们今天是比较偷懒 我们用油饭去包制这个粽子 去让孩子体验说 要怎么把这个粽叶塑形成一个 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粽形 其实蛮不容易的 但是也很有乐趣 那很感谢我们的志工朋友们 就是一起来陪孩子同乐 然后一起去感受这个佳节的气氛 麻将的传统过程非常了解 现在大家都没办法 所以白将的手机也慢慢是团 和美国室爱希望透过话党 来团神五日这个细绍文化 再照这样子合进来 后面的一个小三角形 下个礼拜就是端午家节了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群非常热心教育的家长 以及我们的志工们发起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绑粽子这个传统记忆呢 有一点难度 而且现在工商社会 父母亲大概都是直接买现成的 小朋友已经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体验到这个绑粽子的这项民俗记忆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这项活动 让孩子们都能够学习到绑粽子的一些技巧 也能够知道我们整个端午节的一些故事的由来 那接着呢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新师生 都能够在端午安康平安健康 陈小琪好专门 真正感谢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用心 谢谢这年有意义的体验活动 也让我们不能重温到贵者的气氛 这中华新闻也很好 何必彩虹波得